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门的讲坛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可以吃的杀虫剂 夏天到了 很多菜也种下去了 也开始恢复了 但是问题接着来了 就是虫子来了 特别是大家非常讨厌的黄瓜虫 那在加拿大有个问题 农药法规特别严 庭院种子当中是很难买的 真正的农药的 怎么去对付黄瓜虫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种 可以吃的杀虫剂 用它对付黄瓜虫 那效果是更慢的 那龟草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呢 它的颜色为白色 灰白色 或者浅灰色 松散的质地 看起来像面粉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这种号称可以吃的杀虫剂 龟草土 它的杀虫原理是什么呢 又到哪里去买呢 怎么使用 那龟草土的英文 它叫Denicious Earth 缩写的叫DE 它是来自远古时代 枣类化石 磨成的粉 它80%的含量是爱氧化硅 还有其他多种的矿物质 我们今天主要讲 它作为农药的使用 那它为什么能做农药使用 又为什么说能吃呢 它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一点就是 龟草土 它能刷虫原理 是有别于其他化学药品的 它靠什么刷虫呢 它就靠 墨细后细细的粉冒 如果在 选拟界下看 它会有一些尖锐的灵脚 靠这一个附着在昆虫身上 它就会划破昆虫的气体 导致昆虫脱水死亡 但是呢 藏在深处的这个蚯蚓 就不会受到伤害 或者说受炒以后 它就没有什么作用 龟草土依靠 竹杀来杀虫 因此的话 它不会产生这个 其他化学药药的那种抗药性 它的奇妙之处在于 几乎可以杀死所有的化验害虫 包括牙虫 甲阔虫 很多时候撕掉里面 是把这个龟草土作为添加剂 放到撕掉里面的 去帮助消除昆虫体内的这个 寄生虫 比如说蛔虫 甚至 人吃的面条里面 有的时候也添加了少量的龟草土的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 很多人用起龟草土来 就觉得效果不好 那出在哪里呢 我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讲 它的关键的问题 在于用量的问题 那龟草土 杀虫 是靠猪杀 那就说 害虫一定要接触到它 才起作用 平常大家使用的话 生怕用量用少了 往往用很多 那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 类似我们下雪天 如果门口有一大堆雪 那 十有八九 人们是不会冒着风雪走过去的 相反 如果只是薄薄一层雪 那人们就会放心的走过去 那龟草土的原理也一样的 如果用了很多 那昆虫眼里看起来 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雪 那它会采取走避开的方法 而不会去接触 如果只是薄薄一点点 那它就会冒着风雪走过去 那就粘到身上 起到作用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那我们这个 龟草土的使用 还有一点 就是必须是 刚造才有效 遇到水以后 就会失效 但 这个 现在新的龟草土制剂 它在里面添加了少量的 这个储存举止 那这样的话 这种剂型的话 即便沾水也是有效的 这个 而且还可以混水使用 因此我们在这个 使用这种 龟草土当中 就需要知道 哪一类 没有添加这个 杀虫举止 不能浆水 不能兑水使用 哪一类 配了杀虫举止 可以兑水使用 这个就是 使用龟草土的 这个一个工具 它叫 Bubble Dust 意思就是说 这个 喷粉的 它下面是一个 橡皮球 可以捏 捏了以后 把空气挤出去 那我们把这里拧开 把这个 硅草土 装进去 这个就是 大包装的硅草土 买了以后 散装在瓶子里面的 我们找一个 小勺 给它放进去 不要全部装 装一半左右就够了 要留有空气 所以的话 喷粉的时候 喷出来的效果才好 那这个是喷雾器 我事先浇了水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它浇了这个 除虫固支 我们就可以用来 去 对水去使用 大家可以看 它这个盖子上 是有孔的 有的人就误以为 这个可以用来去使用 其实是错的 这个孔的话 用来这个 使用卫造图 孔太大 用出来就量太多 像这个 一浇量的桶 我没水没装满 我装了一半 那通常的话 如果是装满的话 我们用这个 一勺足够了 但是现在我没装满 我们用 半勺 就可以了 用太多以后 会造成阻碎 粘起来 摇 摇均匀 另外的话 我们这个 规刀图 它所做出的这个 溶液 是一种 悬浮液 必须炫 配炫用 而且摇均匀 如果说是 配好了以后 放一段时间 那它沉淀下去 你去用 一方面 它会堵塞喷头 另外一方面 这个效果也不好 另外我们在 使用规刀图当中 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 规刀图起沙虫作用 但是它见相伴 而且一定要害虫 接触到它 才能起到作用 因此的话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 救急药品来使用 而是要靠预防措施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六月中旬 黄瓜虫快要出来了 那我们在花园里面 多观察 多注意 见到少量的 黄瓜虫出来的时候 就应该使用 这个规刀图 从而起到 预防作用 第二点 害虫出没的地方 撒到 才有作用 而且最关键 最关键的 就是 凝少物多 那用英语的说法 就是什么 贝利斯 隐隐约看到就可以了 不要放大种 就是错误 生怕用不少 用很多 其实用了很多 相反效果不好 第三点 龟瓜虫虫 虽然说是可以吃的 沙虫剂 但是呢 它毕竟是粉末 不如吸入体内 特别是有呼吸道疾病的人 因此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戴口罩 这个戴手套 戴上眼罩 不要吸到肺里面 不要张到眼睛上 第四一点 龟枣土的话 它既然能杀虫 它也会杀 这个异虫 比如说蜜蜂 因此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定点使用 不能撒在花上 这个撒到花上以后 如果蜜蜂去采花的话 那就会对蜜蜂造成损害 黄瓜葱 它现在大概只有米粒那么大 身上是典型的 黄色和黑色的条纹 它个子虽然小 但造成的危害非常大 它危害葫芦壳的蔬菜 包括南瓜 坎瓜 黄瓜 黄瓜是特别严重 它专门危害 嫩烧 和花朵 造成这个缺口 甚至传播这个病害 咱们去找一找 这个南瓜上 这些缺口 就是典型的黄瓜虫的危害 我们看一看哪里有 这里有一个 咱们给它来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集中 注意湿 这个麦烧 喷粉喷一点点就好了 好我们再用这个 喷雾的 这里花朵椅 里面也有一个 喷雾的好处 喷雾的好处 是在刮风的时候 可以用喷粉的话 刮风效果就不好 而且喷雾的话 它覆盖面 会比较全面一点 这样一点点就够了 大概掌握三天喷一次 黄瓜的时候的发生 跟周围的黄菌有关系 杂草杂物多的地方 就特别严重 刚才我们发现 虫的地方都是这样 那这里的话 相对来说就是 杂草杂物少一点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仔细找一找 如果有一点点迹象 就需要做预防 那说起硅枣土 它既然能杀那么多虫 又没有这个要害 对人需有安全 我们到哪里去买呢 通常的话 如果去 外园用品的地方买 它硅枣土是做成这种 一贯一贯的 那价格也很贵 当然 这个的话 它是添加了 除虫菊制的 杀草效果会更好一些 而且可以兑水时 但是它价格也是很贵 这一贯差不多 二十块钱 那另外一种 药马讯上 其实也有 大量散装的 规造图可以去买 只要在 这个 网页上 Google上去搜 Diametious S 这几个另外 就会出现一大堆的 这个产品 买大包装的 一整一袋 二十半 那 它也只是二十来块钱 那 经济下去会便宜很多 但这种大包装的的话 它没有添加这个 除虫菊制 所以因此的话 只能是 作为 钢粉使用 而不能兑水 这就是它关键的差别 这种大包装 这种大包装